各位媒體的朋友 還有我們唐欣民 唐博士 我們這一次今天來台北地檢署 主要是要控告NCC的主委 還有中選會的主委 NCC的主委是程耀祥 那麼中選會的主委是李靖勇 那麼這兩個機構 特別是NCC是電視廣播的主管機關 那麼根據選報法第49條規定 那麼針對選舉必須要公平報導 那麼邀請活動必須要依照這個公平原則 那麼違反這一條的規定 那麼選報法110條 那麼對於違反公平報導公平辯論 那麼也有這個非常具體的處罰的規定 那我們在事前就已經跟NCC兩次以上的舉發 而且要求他一定要採取相關的行動 那麼中選會我們也到中選會要求他們必須要採取相關的行動來制止這些違反公平辯論原則的行為 結果NCC跟中選會兩個單位通通通不作為 那麼NCC在我們昨天接到的說明 他是這麼說 他說他們NCC的立場是採取所謂的事後的審查 事後就是他們在事後才會採取相關的行動 所以NCC他們認為說他們在昨天的函他們提出他們要在辯論結束之後才會採取相關的行動 這是昨天他們所做的答案 但是衛星廣播電視法第48條規定 那麼明明很清楚提到 那麼對於這個所謂違法的辯論還有這個違反法律規定 那麼他可以制止 他可以制止 他可以不讓他播送 所以衛星廣播電視法很顯然48條明文規定 那不是一個事後的所謂事後責任的問題 而是這個事先那麼就有這個作為的義務 事先他就可以採取行動 所以NCC的答覆我們認為是完全是推卸責任 他是完全逃避責任的 那麼另外呢 有關這個NCC可能會以這個高等行政法院 高等行政法院呢 他來對這個賈儲分 我們所提出賈儲分的駁回的主要的理由 就是說這個電視台 民營的商業電視台 他有編輯自由權 他有編輯自由權 那麼這樣的一個說法呢 那麼也有一個非常嚴重的錯誤的地方 大家都知道這個 無論是有線電視或是無線電視這些相關的頻譜 都是屬於公共財 都是屬於公共財 因為是公共財內 所以他使用的不是個人的資產 不是個人的資源 他使用的是一個公共的資源 所以這個不是一個編輯自由權 可以涵蓋所謂對媒體公平使用原則 也就是說媒體公平使用原則 就是對於衛星廣播電視 那麼因為他具有頻譜公共資源的特性 所以他不能過這個當作是一般的 所謂的自由財產的主婚 不能當作是編輯自由的主婚 所以這個是可以說高等行政法院 在基本原則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那麼為什麼我們對這個原則這麼堅持呢 坦白講雖然我們都知道 我們沒有三大黨那麼大的庞大的資源 那麼可以投入這場選戰 那麼但是我們認為這個民主公平辯論 還有公平報導這個民主的基本原則 是台灣唯一必須要堅守的原則 所以我們在這裡不是為自己打這場仗 我們是為了一個公平的民主政治的環境 在打這場仗 所以為什麼在上個禮拜六之後 我們今天還特別來對NCC 對中選會兩位主委 本來我們的同事都建議說 應該所有的委員都提告 但是我們認為呢 因為這個案子 這個NCC現在已經淪落為不是一個獨立機構 NCC跟中選會現在根本就是當這個行政界的小弟而已 所以他已經喪失他的具備獨立機構的獨立這個審判 或是獨立裁決這樣的一個價值 而淪為跟班 淪為跟班 所以我們認為這樣的一個行動 我們只象徵性對NCC的主委 對中選會的主委提出這個刑法131條獨立罪的告示 就貪獨的這個獨立罪的告示 那我想這個我們提出這些告示 其實就要爭一個原則 就是選報法49條這個原則 不能夠這樣子變成劇文 如果到現在這種處理方式 選報法49條根本就是劇文 衛星廣播電話27條也通通是劇文 所以我們今天這個雖然這個辯論已經結束 這個好像這個不可挽回 但是我們為什麼來這裡按您身上 就是認為這次國之大事 國家未來民主憲政的大事 所以我們繼續在這裡對NCC的主委 對中選會的主委提出追究 只是為了捍衛這個民主的基本的原則 所以這個是以上跟大家做報告 不是說我們史殘難打 而是這是一個重要的民主的憲政的原則 的守護問題 這是以上跟大家報告 那我們也謝謝譚新平 譚博士 還有謝林安協博士 他們也共同參與這樣的一個行動 選舉詐欺 林農忍 我們絕對不容忍任何的選舉詐欺行為 強制檢驗DNA 因為蔣經國是公共財 不能任一個郭安安在那裡 侮辱蔣經國 為蔣經國真人格 全民霸出三角圖 這三個人有什麼資理格在那裡 辯論 我們最多要求的是一個公平正義 你們三個人有誰問我們講一句話 無恥無賴 最後 最後 傷害已成 延期選舉 北市長 台北市長 必須延期選舉 因為傷害已造成 不能往回 唯一 往回的辦法 就是延期選舉 讓公正回到人間 我是建宗 台大 國開來 光劍博士 唐錫銘 我是你們所培養的經營中的經營 我是建宗 我是新竹科學園區之父 台灣企業締造者 今天是你們如此來對待我 你們支持嗎 謝謝 大家好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特別市長的選舉 那 真的是覺得非常多多福利 我從來沒有想過 為了這種情形的發生 對 然後呢 這個是像之前 他們三位我三位同學 現在已經結束了 現在大家都是罵來罵去 到底真正我們 這個疫情有這麼大的關係 沒有任何人在意 這樣黑市已經一千萬人 這個對未來是有很大很大的傷害的 那我們的專業是完全沒有辦法可以來說明 完全沒有任何的舞台 我認為這是這樣的一個選舉 真的是不公不義 我們只能稱 出現在這種抗議場的 我覺得 第一個 很沒有意思 第二個 沒有辦法對特別市民有真正的幫助 所以我們期待有更好的機會 像12號那個 我們有活動 有演講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呢 大家一定要全力來支持 然後讓更多的政見會聽到 謝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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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 我們忘了 nuovo 電�ania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